那我们来试一下这台钢琴 波斯顿的钢琴在世界上都还算是不错的品牌 那特别是它的音色 一定与其他品牌的音色还是有一些区别的 那就算每个品牌的音色 它都会有它自身的魅力 波斯顿同样也是一样的 先看一下它的键盘 键盘感觉到手感有一点偏软 对 它的键盘的手感的触键的力度 有点像电钢琴或者是电子琴 比较偏柔美柔软 不过还可以 试一下音色呢 好像有点闷 确实有一点点闷 这个闷可能是两个原因 第一个原因就是刚才我走进来的时候 我就发现教室里面的装修 它的隔音专门做了吸音处理 就像这样的墙壁 对 一定是有非常好的隔音和吸音效果 那第二个原因呢 就是教室里面开了空调 所以比较暖和 让整个声音呢 也相对会有一点偏闷 不过好在呢 钢琴里墙壁呢 有一个十公分左右的距离 所以让音色呢 能很好的传递出来 不过还算可以 那再试一下 请不吝点赞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 让一种进行了一种包装 怎么样的包装呢 就像在后期的软件进行了一种合成 把声音进行了过滤 让整个声音听上去呢 非常的干净 那再来听一下它的颗粒声 特别是在高音区的颗粒 和声音进行了一种合成的颗粒声 感觉到非常的细腻 特别是每一个声音 特别是听到去非常的漂亮 那再试一下它的低音区和中音区 音乐 键盘感觉还是有点偏软 可能我还没有完全的适应过来 不过还不错 可能还需要一段时间来适应这样的键盘